观音见日聊真相 莫长寻常说古今 大家好 本期我们来聊聊 四大帝国之罗马帝国 古代四大帝国是 古罗马帝国 贵双帝国 安息帝国 大汉帝国 提及古罗马帝国 很多人都以为 现代罗马就是以前的古罗马 这种想法是彻底错误的 古罗马帝国的盛世 可不是我们现在所能想象到的 古罗马公元前九世纪 原指是意大利半岛南部的 一个拉丁族王国 公元前510年时 经过长达200余年的战争 逐步征服统一意大利半岛 罗马建立了共和国 公元前三世纪至前两世纪 罗马为争夺地中海霸权 掠夺资源与奴隶 同地中海西部强国加太基 进行了三次战争 史称布尼战争 到公元一世纪前后 扩张为横跨 欧亚非 三周的罗马帝国 公元二世纪罗马称霸地中海 这也是罗马帝国的最鼎盛时期 罗马帝国包括国家欧洲部分 兼意大利 法国 比利时 英国 西班牙 葡萄牙 安道尔 德国 瑞士 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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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非洲北部 北达莱茵河与多瑙河一带 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海 罗马帝国平定四海 富强天下 外族称臣 罗马帝国在几位先能皇帝的统治下 经济繁荣 安稳和平 地中海所有的财富通过海洋和陆地 聚集到世界中心的罗马 举行游戏庆典七天就花了2000磅金子 奢侈令人扎舌 过度的娱乐 自我的膨胀和对奴隶的剥削 使国家经济衰退 农业减产 国家走向没落 权力者在面临天灾 多次瘟疫和一族入侵时 失去了抵抗力 奴隶起义风起云涌 最著名的是高卢人掀起的巴高达运动 歧义者以农民当步兵 牧人当骑兵 转战各地 使统治者胆战心惊 公元455年6月 日耳曼部落巴达尔人 公路罗马城 在15天内将这座永恒之城破坏殆尽 皮质不存 毛浆烟腹 那些曾经挤满了观众的斗兽场 赛车场 戏院都在烈火中化为残破的废墟 当然 因为罗马帝国的衰落 那里早就已经没什么观众了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想了解的 想要对我们说的 可以给我们私信 或者在下方评论 您的兴趣就有可能成为下一次的节目 不要忘了关注我们 再见